是鱼吗 哥登一直是个很乖很听话的妈宝 第一次见他发脾气 就是在他两岁时 喵声第一次洗香香的时候 马上好了 可把我们吓坏了 加上哥登心脏方面不太好 医生叮嘱我们尽量不要让他有情绪问题 直到哥登惧怕水和吹风机之后 我们做足了功课 买了这款烘干箱 刚开始哥登在里面还表现得有点害怕 不得不提这个露珠窗的设计 可以让我们把手伸进去安抚哥登 还能及时感受里面的温度 胆小的哥登每一会儿就习惯了 尾巴都干了你看 对不对 这款烘干箱可以选择舒适或者快速烘干模式 烘干速度快噪音小 哥登不会害怕 还有心风系统内外双循环 随时补足新鲜空气 不怕闷着小家伙了 有着九年养宠经验的我想提醒一下大家 为什么不建议把猫送去宠物店洗 几年前我送大咪区的时候 大咪抗拒到弄伤了自己 最后还是在我亲手洗的情况下完成的 我为什么洗澡呢 公用的烘干箱反而让我觉得 它洗完澡身上味道更刺激了 还有交叉感染的风险 之后就再也没有把猫带出去洗过澡了 我会去洗澡 我会洗澡 我会洗澡